2月22日至23日,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湖北省开展现场调研。 考察组访问了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,赴省疾控中心调研湖北省和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、医疗救治等情况, 并与省联防联控机制成员单位负责统治和专家进行交流。 23日,考察组在武汉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反馈了本次在华考察的情况,主要发现和建议。 中方将进一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,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,并继续与世界卫生组织加强合作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